现在是2021年12月21号Q-State 我们继续关注台风动向 目前西北太平洋无活跃台风 现在又没有台风了 曾经达到17级的超强台风 22号台风雷一 现在已经没有了 现在已经停止跟踪了 广州下了一段时间的雨 然后今天的话天晴了 温度又升上去了 您看一下这个英语网站 虽然说停止编号 但是这个网站上依然在跟踪这个 然后这个98w台风配搭 它也在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22号台风雷一 现在在哪里吧 目前它是在香港的南边 这个阳面上面 这个网站也没有在跟踪它了 因为它这个气压都没有给出来 然后在今天凌晨2点钟的时候 它的气压是1003 现在的话应该是很弱很弱了 所以就停止编号了 我们关注一下 有可能成为今年第23号台风马勒卡的 台风配搭98w 目前它的气压是1007 风速35公里每小时 位置是在美国关岛的西南方 这个远洋崖面上面 它的轨迹快接近第22号台风雷一了 雷一的轨迹了 我们看一下这个英语网站上面的预测轨迹 98w它总的方向是往西 要登陆菲律宾这些大小岛屿 总的来说 它的威力不怎么大 72小时之后 它的气压才1005都没有达到1000以下 那如果登陆菲律宾大小岛屿之后 那它的威力就更小了 所以的话它能不能形成第23号台风马勒卡 还是个问题呢 我们继续关注一段时间吧